有啊 路上啊 去哪裡啊 吃飯啊 他們都叫壞壞 最好是台灣又 剛好讓我遇到好的角色 我肯定就是一直想要 Lice不走啊 因為真的台灣是一個 非常非常舒服的地方 古兵愧為三年反台 想Lice不走 腳頭壞壞自爆油彩丹 我不好意思尊重你 你才是老大 要不要 你只是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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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新聞網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古兵 歡迎古兵回台灣啦 腳頭影機板籌備三年 終於挺過疫情 在去年12月開拍 參與過的卡司全集中 觀眾也開始敲碗壞壞 能否回歸 這三年遇到可能有一些狀況 疫情 導致一直延拍 變得我那邊已經先簽了 這邊其實要開了 最後其實是洪哥 他反而先開口 他就說沒關係 我們這邊來做劇本的修改 然後讓我完成那邊之後 如果我還有機會再回來 演個彩蛋 因為現在他們拍的世界很緊湊 那緊湊的情況下 就不見得還能再安排給我 但是就看他們 他甚至是說 他看到我有成績 他更開心 而不是說你必須回來 所以心裡面會很溫暖 他吃得不好 我不會推打他 腳頭的壞壞這個角色的畫面 都可能比較出彩 所以他們就很喜歡 而瀏覽率都非常高 但也相對的是這樣 所以想要跟角頭的團隊分享 然後謝謝他們 跟我一起創造了 白毛壞壞這個角色 讓我後面走得比較順一點 有啊 路上啊 去哪裡啊 吃飯啊 他們都叫壞壞 香港演員古兵2018年 因為壞壞紅遍兩岸 後來也在中國拍了這首十部作品 三年過去大家算先停下腳步 因為我覺得當演員 如果一旦沒有熱誠的話 就有點行屍走肉 既然上班 那我覺得那就失去了 當演員的意義 回來台灣純粹就是一個 很想休息 因為台灣有一個好的地方是 飛機落地 你就有一種 因為不知道 肩膀老師一直好像要 對 但是一到 一落地台灣就 鬆下來 生活的好地方 你說朋友 現在我說真的 比我香港的朋友還要多 在台灣 我去到大陸 他們老覺得我是那個台灣人 我回香港 他們也覺得我的腔調 廣東話怪怪的 因為少了那個會靠 我已經很慶幸 一開始拍戲就在台灣這邊 學到了一些習慣 我不敢說都是好的 但一定是大家喜歡的 最好就是台灣又剛好 讓我遇到好的角色 我肯定就是一直想要 賴死不走 因為真的台灣是一個 非常非常舒服的地方 快點走我 走我拍戲 這樣我不貴 一點都不貴 真的 36歲的古兵 跟小三歲的演員 女友楊童華晚家五年 因為疫情遠距離 也沒被拆散 如今也有共識 往人生下階段賣進喔 快了 快了快了 年紀到了差不多 我就覺得 就應該成家立業 所以為什麼會覺得 想要 想要回來 回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因為遠距離 這三年都還在 所以我覺得 算是共患難過 你就會更清楚了解 知道是不是他 放心裡計劃 很多東西真的不要講 講完之後 老師就覺得 做不到 對啊 做不到很 很丟臉 先做 做完真的有成了 再對外宣布 登記是一個非常 壞的事情 男生 該拿出來的誠意 還是要拿 真的要當外宣布嗎 不是 就 不過 任何節日都不過 假日節日 平淡過 平日 好好過 比較舒服自然的情況下 去做這件事情 最重要是對方能 能感受到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就算是